面對辦公室性騷案 錄音檔爭議 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宏安 把球丟給司法 網路紅人四叉貓 最近接連公布錄音檔 華人高宏安辦公室 針對一次性騷案的處理過程 錄音檔中高宏安態度強硬 還擔心整件事件被媒體知道 曾經在同事面前說只能先道歉 控宏安辦公室爭議一樁戒著一樁 我想這個部分一樣 就是說目前所留錯的錄音檔 其實我自己也都沒有聽過這些錄音檔 我也沒有辦法去證實 那還是要回到助理跟助理 當事人之間對話他的環境 或者是他整個對話的室友是如何 令委辦公室出現信操疑云外界關注 依照信憑法規定雇主窒息後 必須糾正補救 啟動調查 屬時得懲戒行為人 並協助申訴人 報警搜證 還得對所有員工辦防治宣導 教育訓練 如果受僱者30人以上 還得成立委員會 有的 我不是說所有的 有的主管他會息事寧人 或者覺得說我要保護被說的那個人 沒有在一個公平的基準上來處理事情 不要暗扛 不要假裝沒發生 高雄安全新竹市長爆出性貧事件 也讓職場性騷擾議題 成為選民討論焦點 進行為了 再次教授